关心这位一名装潢工人他喝酒后骑车 行进了三重逐围街时就撞上了围停的货车 骑士当场重伤死亡 结果货车驾驶事后竟然落跑 最新情况再给记者邵紫阳 这直播就在三重的逐围街 在昨天凌晨的时候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成型男子喝得烂醉酒是高达1.02 竟然就在这边的时候 当时一辆车子停在这边他整个撞了上去 现场还留下了平安府还有壮烂的机车的车壳 而他当时因为酒驾撞到一旁路上 违规停车的货车从左后方撞了上去 驾驶当场是不幸死亡 我们听警方的稍早访问 我们扩大调阅监视器通知了车主来到案之后 车主是说他当时是停在路边休息 然后不知道这个案件的发生 但是我们见识他的车身 发现他的车牌有明显的凹陷 以及他的左后车身跟车轮 跟机车相同高度的地方都有明显的磨痕 我们怀疑他涉嫌重大 透过今天是可以看到当时的货车驾驶在事发之后 整个事就开走了 而目击者表示当时在三点多的时候 听到现场一声的巨响之后 打开窗户一看当场在地板上有一名骑士倒地不起 赶紧是通报警方还有消防队来救人 而警察来到现场之后发现机车骑士伤重 送医不幸死亡 而后来在于附近机车骑士之后 发现现场有一辆货车 疑似是违规停车导致这起车祸意外 而目前现场不过驾驶是否认的是酿货 不过警方还是将这辆货车 是查扣了之后 目前进行敷衍动作 以上新鲜之后 新鲜头交还朋友直播 好我们谢谢紫阳的连线报道